威士特丹号邮轮 游客被确诊新冠肺炎 而邮轮曾在4号停靠高雄港引发关注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已掌握215名主要的密切接触者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也公布游客参访景点 将进行进一步追踪 目前我们的了解 包括中央这边的一个统计 在所谓的港部里面的工作人员 包括港务分公司 跟CIQS相关的工作人员 总共有以及我们的计程车驾驶 跟我们的这个大巴士的公车的一个驾驶 总共有215位的一个名单 目前中央掌控当中 那这些名单中央会持续用健康监测的方式 去了解他们的过去14天接触之后 可能的接触之后14天 有没有相关的这些身体的状况 而有就医的相关的情形 林立仁指出 威士特丹号邮轮乘客参访的景点包括 佛光山 高雄美术馆 莲池坛 西子湾 台南市奇美博物馆 台南安平古堡 赤看楼 屏东墾丁 采取讯号公告的方式 提醒本月4日曾经造访上述景点的民众 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况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道